大家好 你大脉给我来了 今天是2023年6月5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北京的奥林匹亚 China2023拿卡赛 由于去年奥林匹亚拿卡赛取消 今年的奥赛是备受关注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男子健体级别 这个级别备受关注 在场上看似还有一位来自非洲的运动员 参赛运动员众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场冠军的角逐 目前每一位运动员都是该小组级别的 冠军演熟的比如像刘易猛 还有蒋孙浩 还有这位来自非洲的选手 他的名字叫卡洛斯 目前刘易猛站在C位 站在他左边是一个肌肉相当猛烈的 国字脸大将 而之前节目中提到的蒋孙浩 站在了右二位置 之前我们谈到NPC和IRBB 拿卡尺寸 健体来说尺寸的不能要求太大 刘易猛左边这位方字脸的大将 显然的肌肉块头呢有点过于猛烈 左一和左二看起来相对来说 细节并不是很明显 左一还可以右一个头比较矮小 美感不足 至于场上的黑人选手 我觉得状态不能说是惊艳 小黑卡洛斯骨架的不大 整体抹油呢 没有左右两篇 他这位运动员的细节那么明显 站在左边的刘易猛 是从IRBB国际界面联合会 转到职业联盟 从他的尺寸和细节来说 我觉得拿卡是正合适 而这小黑卡洛斯右边的是 叫李泽润的一位大将 李泽润的块头呢稍微有一点大 但是也没有大的很过头 左右两边这个选手 其实肉眼看上去 要比这个黑人选手呢 我觉得细节更丰富 其实蒋孙浩今天的状态也不错啊 但是呢实在是竞争太激励 没有想到小黑卡洛斯在这次 竟然取得了男子借地全场的冠军 为什么选他 我觉得还是有原因 整个几位选手里 挫子里把尺寸小的 这跟日本职业赛和韩国拿卡赛 游戏曲同工之面 你看小黑左边的刘易猛 和他右边的李泽润 两个人呢实际上看起来 有点职业的那种风范 而裁判现在要找的 因为拿卡赛嘛 找的就是那些 一看就是有点业余那种选手 你太职业了 反而考成绩还不会给你 但是刘易猛是从国际建美联合会转过来 实际上国际建美联合会尺寸 拿卡是正合适 其实呢 刘猛义和李泽润 也不要太看重这个名次 有卡拿就行 其他的也不用多想 也不用多问 他自由选他的原因 什么最香 卡最香 但是没有拿上卡的 那心里可能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 他小黑占据了一个名额 比如说像蒋孙号 他就有可能拿卡 那这个等于就名额就紧不进去 站在刘猛一左边 有一个方脸 大将啊 尺寸非常大 有点猛啊 他很难拿卡在建体上 尺寸有点过大 可以建议去打古典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古典 古典有几位女人 站在最左边的是 338号谢兰喜 目前看站在右二的就是 94号韩静 站在右一的就是本次的冠军 红敏 94号韩静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展示背部的时候 我感觉94号韩静 背部感觉细节还是更丰富一些 实际上远看的红敏和94号呢 两个人应该争夺一二名 名次没错 大高个儿右一呢 他取得了第四 韩 94号韩静取得了第二名 至于红敏和韩静呢 两个人实际上确实有一拼啊 可以 argue一下 前三名都有卡的话 名次无所谓 红敏实际上前面还有点糊啊 很明显啊 目前的状态 94号应该取得冠军嘛 左一没进去 符合常理 因为远看呢 确实没有看出肌肉线条 韩静 红敏 两个人我记住了 韩静 名字挺好记 但是他形态上还欠点火候 和一二名相比 338号 谢来喜 他走到了前单 取得了第三名 94号韩静 取得了第二名 第一名 由红敏所获得 三位运动员都得到了职业卡 这七炮的工作人员 抬上了奖 本次颁奖 不用多手用奥赛的古典大将陈康 来进行颁奖 正在谈恋爱的陈辉 走上了舞台 进行了颁奖活动 行有卡就行 卡最香嘛 你大白哥要参赛 我不在乎名次 给我卡就行 几位选手都挺棒啊 红敏在个人展示的时候 还是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而在这里94号韩静 我印象也非常深 下次抹油抹深一点就好了 但是本次拿卡传统的项目 老将和著名的师傅 卓中华也参赛 选手不多 五名运动员站在了台上 周中华个头最矮 站在了左一 右二看起来气势也很猛 现在左二的是一名 高个子选手 打卡基础尺寸不能太大 关键要在台上的细节 让裁判满意才行 336号也就是目前的右二 在本次比赛取得了季军 站在他左边的75号 大个头沈成龙 取得了亚军 而冠军是谁呢 冠军就是站在右一的 著名的健眉大将 卓中华 这次比较竞争非常激烈 站在C位的背部呢 实际上细节并不是说很丰富 而大将卓中华 等了这张职业卡 一下儿等了六年 还是那句话 名字不重要 有卡最香 进行比较之后 卓老师被换到了C位 卓老师总体看起来非常的平衡 右二这位大将 看起来也是让你大麦哥 非常的欢喜 两个人友谋的是非常亮 卓老师的背部 我觉得他是更胜一筹啊 现场的运动员 都发挥出了自己最大的权力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我们的女裁判长 好C位就是我们本次的全场冠军 卓中华老师 卓老师岁数不小 在这样的高龄 还能保持这样的肌肉体积 确实不易 期待拿卡队女员 在海外的职业赛上 看到你们建设的身影 好 现在宣布获奖名单 336号 张宇凡他缓缓走上了舞台 他取得了季军 接下来是75号 大个子沈成龙取得了亚军 全场冠军 只剩下我们的卓中华老师 2017 18年看到卓老师平时的一些讲课 确实感觉人也非常的风趣 这一档就是六年 这张卡的分量非常重 老师激动的哭了 女裁判长亲自上台颁奖 让人看来是非常感动 代表了一种执着 代表了一种精神 代表了一种坚持 在传统健美全场冠的颁布之前 奥赛古典大将肥康 肌肉保存不错 看来一直没有停讯 标志性的阿诺德弯举和侧展 展示了他强大的笑容 腿部依旧是那样的强大 二头三头一眼保持着自己的优势 神刚已经从奥赛古典健美大将 演变成了 蜕变成了 中国古典健美第一人 他带领中国的年轻健美爱好者们 走进了健身房 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建筑着自己的强健身 本次比赛虽然在职业联盟计划表上没有找到 但是本次比赛却显得毅然的低调 低调的出场高调的展示让人看到了健与美 在疫情三年之后 这场刚刚恢复的奥林匹亚 Amazon China2023显得是格外的重要和吸引眼球 祝贺本次比赛拿到职业卡的运动员 全场冠军争夺名次不要再纠结 参加比赛的各大战队的小伙子都是好小伙子 参加比赛的女选手都是好姑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再次感谢做经济舱到来 进行主持主才的这位女士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等下下期再见拜拜 好了 まず 第一 路 人 互 plug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